UBA絕對可以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透過我們來電視網的轉播 一同欣賞UBA大專籃球聯賽 今天是11月30號 第一階段的最後一場的賽事 由府仁大學來對上喬光柯大 可以看一下府仁大學這邊 33號的王毅凡 77號 李沛誠 6號 將軍8號 喬楚瑜 以及15號的米哈洛 來進行先發 那在喬光柯大這邊的先發五人 名單10號 鍾凱勝 12號 林兵衛 13號的楊玉凱 15號的烏俊 愛及7號 劉彥廷 第一階的比跟上個球季 同樣也是在自家組場 我覺得這個內容上 就真的有很大很大的進步 對 米哈洛在籃球 整個戰力 也最互補的前場真的 打進來了劉彥廷 這個單倒擊敗的中心大學 跟德林柯大 對 就至少要在這些 該贏的比賽 要想辦法要打下來 對 身體對抗之後 米哈洛 進去裡面的單打 達到分數 所以 back to basket的時候 他大部分是高舉高打 比較有用 這個反擊來得非常的快 他跟喬楚瑜的搭配 就真的讓球隊的進攻真的是 非常的穩定 再一個犯規 來得 王一帆 接著遠邊的一個擦板 這邊做一個Stacker 連續兩 再回到王一帆手上 王一帆切剪 劉彥廷 這個火鍋打得乾淨俐落 不容跨越雷池一步 完完全 再交給他 劉彥廷 三分的出手進 打法是有內有外 像 將軍 然後王一帆 那其實包含像將軍在前面的 以Princeton的這個 陣地戰作為根基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 很多的 執行這樣進攻模式的球隊 他們平均個人數據絕對 但是可以發現到 對 團隊的數據算是平均 對 然後你其實是仔細看 他們每個人的貢獻 然後可以看得出來 中凱勝 切進來下手 上籃是直接 閃過的莊博 破進去了 基本上沒有太多 這種early offense 跟transition的機會 比他如果有機會 一對一了 直接打上去了 還是能夠做一個拋投 對 這邊又是在做一個stagger 連續大量的這種 雙當掩護 其實輔大真的 半場進攻變化很多 從去年三分球 民眾率是差不多 三成左右 今年是一口氣 將近是十成五 中凱勝直接硬扛上去 拿到了分數 雙方的分 中凱勝 中凱勝 Hand off之後其實 他才想說他們這一 凱德 直接採個歐洲布 撞在對方身上 但他還是能夠 進去了 這一次是想要從底下來 拿這個籃板球 現場少女生 換身雷動 一陣 切進來 空中要找到外圍 劉淵廷 這個橫移的跳投嘗試 也算是很全面 對 進攻手段可以說 從籃底下繳獲 到三分外線 其實都有一定的水準 Finish 一陣 環藩轉移到外圍來 潘絕宏的三分球 對 從昨天手感 一陣 潘絕的時間真的滿久的 但是他拉開到了一個空間 讓給謝翼打 一陣 劉淵廷 這個Low 這個 中距離 真的 太多出手其實都很勉強 吳俊安 從右邊 把分數給放上去 一段時間在凱德爾場上 進攻本身沒什麼阻礙 Nice pass 潘建宏的助攻 對 轉來到外圍 鍾凱勝 給到中間 這裡露了楊玉凱 溜了進 彼此的無球手 我意識很好 這個球最後是進了 轉進去了 王一帆手上還有時間過半場 前面快攻 不發強 上籃 競算 M1 前面是差點半 接下來要給小球 給吳俊安 但這球掉了 前面還有六秒鐘的一個時間 對 時間還有防守 必須要顧好 最後呢 還是讓普仁大學 將軍拿了三個 進到籃板之後 再拿回來 這一個遠邊的拋頭 王一帆 這一邊的精度 跟福大是有一段落差 對 這一段期間包含是讓 易一陣 還有帶有這種 一年級的球員先上場 能不能撐不住場上差距 這就真的很關鍵 王一帆 再交給喬楚瑜 終於得到分數 對 劉仁庭這個球 打到自己腳上 球掉了 前面 凱德 Show time 凱德 再給喬楚瑜 直接單打上去 可以 劉仁庭要打進去的時候 球掉了 而這個球 終於回到吳俊安的手上 上籃得分 在地上 其實要 一個Fill Go 到現在 其他的一個出手點外 都還沒有辦法完成得分 反倒潘建宏來了 蔡宏洋 迅速的往前推 再交給副發翔 上籃 競算 M1 直接長傳到最前面 轉身之後 格韻生 拿到分數了 今天也是在 這些球隊當中 最後一天的一個賽事 前面已經是連續的六場賽事 外圍的三分球 他其實在去年賽季分數得得不錯 對 這球在籃底下上籃得分 最後還是靠著 提尾晃 轉到另外一邊的底角 再回來 回到他的手上 之後 外線的三分球來了 潘建宏 Catch and shoot 真的是非常非常穩定 天真真的 每一次看他出手突然 都覺得 這 節奏對了之後 應該把握度很高 對 洪陽去帶了幾個 比較少上航球員 籃底下 自己再拿到進攻籃板 想要再放 但沒有放進 格瑞珍 再換到籃球 另外一邊有了 然後凱德 上去的時候 還要對到對方的 這個 外籍身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在 他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非常完整的先發體系 跟整個進攻的模式 讓潘建宏上到高位去做側硬 把整個防守者給帶開 這個球靠著 吳俊安的速 背後的一個給球 蠻創意的 再轉一到外圍來 劉彥婷 三分的出手 進 他應該是真的悶了很久 對 去 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有拍球底 這個 未來更高的成績 可能是職業的舞台 因為五號位 這不用 這也沒辦法上 這也沒有空間 對 我這個球 再給到發翔 中去的一號都有了 把整個防守者帶開之後 允允化 找到人縫中間 下手上籃 允允化 尤恩廷 可以全秀 再進一個三分 整個出手的機制 和投籃的手感 掌握得滿 就要加把勁 還要再兩三勝才行 這球 莊博元把球給偷走 前面就是一個輕鬆的上籃得分 盤球 由中凱正 莊博元給到第一角 再給到中間 柯仁森 非常的衝 劉燕廷 外圍的三分球 進 在第四 藍底下最終是由 傅花翔放上分 這跟他其實過去在高中時期的打法 是滿多不一樣的 把他過去 劉燕廷 再交給 吳俊安 上籃兩座進攻了 最後 傅仁大學呢 是以87比63 來擊敗了橋框 柯大收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後天呢 就是第二階段的開始 在 益守大學 那在12月2號 3號 4號 都會在 Youtube頻道 SSUTV的來進行轉播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